大家好,说两起灾难相关的新闻 先是贵州这边的一辆大巴侧翻 是在一段高速公路上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相关部门接到报警后现场的救援 目前来说有27人不幸遇难 20人受伤正在救治 后来都是废话了,就不用看了 什么各方领导啊,有这个那个的啊 据悉,事故车辆违规阳市 设议人员隔离转运车辆 事故发生后呢,省州县三级有关部门 然后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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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调查啊 好吧,这是一个新官的设计车辆 然后网上呢,也有一些图片啊,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当时的半路的应该是交警啊 或者说这个监控摄像的图片 开车的哥们呢,是一大白 穿着这个防护隔离服 说实话呀,这种衣服啊 我个人认为啊,是不太符合安全行驶标准的 因为安全行驶标准 首先要求你的视线不能被隔离 这套防护服啊,但实话说啊 他的视线啊,肯定是要受到阻碍的 以及你在操作车辆的时候 你手,比如说你挂挡啊 什么的,打方案盘啊,对吧 你跟我说他一点不受到这套防护服的阻碍 我是不相信的啊 而且人呢,他也是这样 人套在一套衣服里啊 他往往会就有点这个怎么说呢 闷,一闷呢,他就容易啊 这个昏昏沉沉 然后你看这车后边有很多的 其他的这个被转运送去隔离的人员 然后这车呢,就这样,就扁了 很多人说怎么扁了 我在这个观察者网啊 一开始,看新闻还有人说 说,哎,肯定是这帮人啊 他没有系这个安全带 我觉得,卧槽 你们能不能怎么说呢 就是当个人吧 当个人吧 当然了,理论来说 系安全带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说这帮人是不系安全带死的吗 我就不是吧 他大概率啊 是这个车的挤压啊 死了一些人 好吧,就说系安全带 死了活该 是这个论调吗 他们其实就还是啊 就本能的想这个推脱责任 他们总想说呢 只要这个车 我们这个什么防疫政策啊 是有关联的 那首先我要去维护这个防疫政策的 法律的 或者这个或者道德 道德制高点吧 不能让他道德制高点出现损害啊 所以他别人去想办法去开拓嘛 开拓的话呢 就想你看 你看这帮人为什么死 为什么别人没死 对吧 他就想哦 有人可能是没有系安全带啊 这话呢 看起来好像这个 死人这件事本身啊 就并不是那么 责任全在当地政府身上了啊 就看起来好像是 这些人自己导致了 自己的死亡啊 我说这话人吧 就是你们他们 哎呀我都我都无语了啊 看看这个观察者网的热门评论啊 说据悉呢 就说该车辆为贵阳市 设议人员隔离转运车辆 说之前那些信誓诞弹啊 说造谣的人都去哪了啊 是不是应该就近找个派出所去报道 就当时是这样的 就很多人说 放屁 但是一开始传上来说 说可能是这个设议人员啊 因为这个消息啊 对吧 这个这个车翻了 你很好找啊 按车牌号 你一找之哦 这是设议人员的 然后就肯定是只有知情人士 或者比如说当一些被隔离的这些家属 是吧 说我被隔离了 对吧 都能查到 但是很多人就不信吧 他说这个老局长就说 你瞧哪那么巧啊 对吧 翻辆车 就是我们这个设议人员的啊 你这不是想给我们这个清零政策抹黑吗 他们就开始反驳啊 就开始说这个 你们造谣啊 对吧 好吧 结果后来打脸了啊 然后韩人说这个 疫情以来 贵州应新冠 趋势两人 但是这次转运呢 却导致27人遇难 说凌晨运输这些设计人员啊 是谁决定的啊 别要是拍脑袋决策啊 就这样的 一般高速公路啊 是禁止说在凌晨两点到凌晨五点 这段时间行驶的 为什么 这段时间人呀 就非常疲劳啊 这算是疲劳驾驶啊 尤其这种客车 客运大巴 我觉得这个很不该犯这种错误啊 你看这有这个相关的一些 高速公路的通常的规定嘛 说营运客车凌晨两点到五点啊 禁止进入高速啊 贵阳那边的当时的一些相关新闻 贵阳市政府副秘处长何成江啊 凌晨核酸检测 是为了和病毒赛跑和疫情抢时间 为了如期高校完成检测目标 部分较大的社区啊 需要凌晨四点 甚至更早开始组织核酸检测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早和快和病毒赛跑啊 谈成功经验 无论如何呢 我觉得这个属于人祸啊 你要知道啊 在这个清零为最高优先级 政策的前提下呀 很多你的政绩什么的 是和这挂钩的啊 这话其实我也说很多遍了啊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这话一开始呢 就是这是很多很微小的积累的东西啊 他最后慢慢慢慢啊 他越演越烈啊 他的这个差异呢 越来越大 所以一开始对不对 因为国外的组织力度不行嘛 然后咱国内的这个组织力度 社区什么的做的比较不错 所以初期对于新冠的防疫 咱们很明显啊 以防疫为目标的话 咱们做的比国外好 所以呢 一下呢 赢得了很多很多政绩 导致呢 中央这边他认为吧 就说那我肯定要坚持把我们这个优势啊 给发光发热啊 继续给他 对吧 作为一个重点的宣传对象啊 结果后来发现呢 他们这边管不住啊 他并不是说他能直接拍死的 这么一种病毒啊 他跟过去的这个非典还不一样 非典的时候他自己没了 结果咱们赌 赌这边他自己也会没 那这儿的话 对吧 病毒没了 我们这个清零成功了 对吧 那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政绩 结果后来发现这边他们管不住啊 这个等于是我们被病毒战胜了 而西方那边呢 他们就说 哎操 反正老子他们基层 基层这个管理啊 能力也不行 就就就就这样吧 躺平吧 躺平吧 对吧 就变成了咱们一下傻眼了 对不对 那你说过去一直吹 说说我们这个清零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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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已经说出去的话呀 泼出去泼出去的水 也不是那么好回收的 还是要坚持 因为之前我们进了一波声望和政绩 是基于我们的基层 管理能力非常强大嘛 清零啊什么的 那你说现在反悔吗 打自己脸吗 不可能嘛 只能说继续往这条路上去走 就越走越偏越走越偏 包括一些这种地方官员 他的这种政绩啊什么的 都是和这挂钩的 等于咱们社会形态 完全是以这个清零政策 进行了转化 所有的这种东西 都是以清零政策 为这个目标啊来服务 其他东西都要去让路 甚至说一些交通安全 什么的 都要去为他让路 那你说你要是这个地方官员 过阳市这个地方官员 你怎么办 对吧 你说哎 那个科文大巴 凌晨不许禁止运行 那卧槽 那不运行 那这人在我这报了 怎么办啊 我担起来责任吗 是不是 到时候一敲欧三仗 一说在我 我为什么要让他们 及时隔离啊 只让他们去半夜开夜车了嘛 哎 就何笑不巧啊 出事了啊 那那当时谁让他们去凌晨 违反高速公路 相关的营允规定啊 开夜车啊 冒着巨大风险开夜车啊 那我觉得这个人啊 嗯 这是严重的违反相关规定的 我们应该找出来 查出来 这个角色是谁下的 对吧 我就希望这事查时候 你不要搞之前王氏 那什么事来着 是吧 搞挺大阵仗 做了罚酒三杯 是党内处分啊 就是他这种东西 我觉得你跟他 不该是上刑法吗 对吧 中国法律难道对这种 对吧 我觉得涉及到百姓的人身安全 违反相关的这种道路规定 导致重大这种交通事务的人 给予这种行政级别的 至少是对吧 这种刑法的处罚吗 我觉得应该有吧 你你党内处罚有毛用 对不对 我觉得没用吧 这个是不是 在我看来就变成这种 罚酒三杯了啊 好吧 再来看看其他新闻啊 这个台湾花莲呢 发生6.9级地震啊 说有大楼倒塌啊 救出两人 另有两人受困啊 这是当时拍的大楼倒塌啊 这楼塌成这样了 看来不知道这里面也没有人 看着左边好像是个711 711塌了啊 这个这还一个视频啊 可以稍微看一下啊 看起来还是 南极的延迟 还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车塌了 车倒塌了 好吧 说当地居民报告呢 花莲玉里镇啊 高廖 大桥桥面已经断成树极啊 三人三人跌落 但尚不知伤亡啊 还有一些 呃台东台九线公路部分 啊路段塌方啊 台十一线公路嘉平五号路 伸缩凤归裂啊 成功镇橘子山塌方啊 然后台铁方面表示呢 花莲东里车站的宇鹏被震宽 压到站里的4204列号列车 车上共有旅客20人 索性无人受伤啊 这是那个棚子嘛 塌了啊 行为底也没人 只要站个人 是吧 这可能被压到了 这还是挺恐怖的啊 这次呢 花莲地区因地震引起的溃义线跳脱 造成共7073户停电 好吧 嗯 不用太气说了吧 希望那边没有事情啊 评论说 呃 这种我们不叫大楼 大楼啊 叫农民自建房 谢谢啊 就是他觉得这个吐槽说 这个楼啊 太矮了啊 根本不是说咱们这种楼啊 就是你们这个 你们管的叫楼 但是这样的啊 过去几时候 我们过去这个相亲的时候 有人说什么 家里几个楼几个楼 我说我靠楼啊 一说楼就是我们觉得特别高 后来发现啊 可能南方啊 和这个北方不太一样 嗯 南方很多地方 他管这个 两三层 他也叫楼啊 也叫楼啊 其实你严格来说 也能算是楼啊 甚至说有人管买个房 他也叫买楼啊 可能听着比较气派吧 有人问人说 是否需要解放军支援 好吧 大家 他那房子是纸 坐的后啊 这个土头没意义 我觉得咱们遇到6.9月地震啊 踏的也会不少啊 这个真的没有意义啊 看看这个中央气象局的相关报道啊 相关截图 你瞧他这块就是在台湾的东南部啊 会离咱们比较远啊 但是听说福州那边啊 也有一些网友说感受到了正感恩 知道他这个水盆里的水啊 在那儿晃啊 好吧 反正这个新闻 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啊 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就不想嘲笑 比如说反贼啊 嘲笑说 你瞧你们这回这个贵阳啊 这个防疫大巴翻车了对吧 那个就是说谁谁谁活该啊 什么的啊 说这个国内的爱国群众 武统派对吧 然后说啊 台湾震得好什么之类的 多撕点啊 就这样就没意义了啊 就是老百姓 我还说吧 老百姓你可以说 那什么样人民选出什么样的政府啊 大体来说人民是无辜的 大体上大家是对政治没有那么高参与感 这种天灾天灾啊 也好 人祸也好 先考虑人命啊 先考虑人命啊 为这些不幸遇难的朋友们吧 RIP 为他们感到默哀 今天新闻说也里行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啊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